姐姐保重 如玉姐姐 千万保重啊 主 您可算是回来了 奴才给您磕头了 起来 我打前邸就跟着皇后娘娘伺候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三宝哪儿都不去 不去 我算什么东西啊 我什么东西都不算 可是皇贵妃的意思谁敢违抗 皇贵妃也不是皇后 她说了算吗 你 这闹什么呢 来带走三宝和云芝 妈 易坤公 不能一个太监都没有 且我年龄大了 云芝跟灵芝 得在这儿伺候着 按照易坤公眼下这个情况 留下你和灵芝也就够了 且太监嘛 主子娘娘身边不老实的太监 多了 凌云彻就是一个 还是走了得好 你胡说八道 打你个胡说八道 给我拉住 给我拉住 干吗呢 我叫你胡说八道 你敢打笨公 你就敢打了 我告诉你 这段打是替皇贵妃教训你 皇上可说过 这宫里边 不许再提灵芸彻三个字 你竟敢违你 我他要看看 我他要看看皇贵妃 怎么保你 好 内心 不说这个了 人我得带走 我告诉你 若是得罪了皇贵妃 易坤公的故意 可就没那么周全了 你敢 没什么不敢的 皇上都不理易坤公了 后宫就是我们皇贵妃做主 你们且瞧着吧 容姑姑 就当是为了娘娘 奴婢愿意出去 不叫娘娘为难 容姑姑 我且出去再做计较 就是 早这么失去不就好了吗 主子娘娘尽心思过 奴才啊就不打扰了 带走 来人 主 谁敢动本宫 谁敢动本宫 皇后娘娘 你分明是饥汉臣妾得宠 才冤枉臣妾要处死臣妾 本宫冤枉你 你算计本宫逼死凌云彻 还害得永激郁郁报病 这是家事 如今你胆大妄为 霍乱国阵 庄庄渐渐 哪庄冤了你 你拿着国阵当谎子 污蔑臣妾 是网报私仇啊 令贵妃 您可别失了和皇后娘娘 说话的分寸 皇后娘娘饶命啊 我们家主治错了 再也不敢了 娘娘饶命啊 你说不敢 你替令贵妃认罪吗 春宅 不必求她 皇后娘娘 眼下要紧的是皇上 您得去劝皇上 远离那些烟花女子要紧 至于令贵妃关押起来 禀太后和皇上再处置 也妥当啊 魏妍啊 你给我记着 就算你有九条命 也换不回皇上的一丝情欲 你去哪儿 我还能去哪儿 得有人送他们去泥安啊 站住 奉皇后娘娘口谕 禁忠迷惑君上运行不轨 即刻处死 你们敢 拿下 皇上 皇上 皇上救奴才 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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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主将毒财 皇后要处死毒财 谁敢毒禁忠 皇后娘娘一旨 还要不得禁忠性命 禁忠的生死 还由不得皇后作主 郭造什么 令贵妃既然要留人 就暂缓处置吧 喳 留着这个奴才的性命 到时候还能问个清楚 喳 是 找个地方先把她关起来 令主 公主 正是要紧 王辰 在 带禁忠下去 是 三宝 请教 你去 赵全才 皇贵妃娘娘在此 你也敢造次 给皇贵妃娘娘请安 皇贵妃娘娘吩咐 赵全才 专横跋扈 自己去慎行司领武士大棍 从今儿往后 就不必在内务府当差了 皇贵妃娘娘恕罪 皇贵妃娘娘恕罪呀 三宝 把那宫女带过来 喳 你过来一下 是 三宝 你去内务府知会一声 让她们做事公正一些 要不然赵全财就是个例 喳 多谢黄贵妃娘娘主持公道 你是个直信子 胆子也大 只是把话都说出来了 不怕吃亏吗 奴婢吃亏不要紧 不能让没钱的姐妹都吃了亏 倒是个有主意的 本宫喜欢 来易坤公当差吧 多谢黄贵妃 走吧 是 回宫 没有头战 要说 要不该找谁找谁去 要不该找谁 二若 我没有 抓人我三块来 来吧